有些住念团的负责人在回答使者家属时说 往生是往生了 但不知道往生到哪一道 不应指清了世界 请问自古以来往生 都是指的是往生极乐世界吧 往生是略称 是不是净土经典才能涉及到 从来都是指往生到极乐世界 怎么现在时候轮回也变成往生呢 还有的人是把他的师父和父母和朋友 听着都死了都说往生了 其实他根本不知道他往生到极乐世界了 实在可悲如此美好的珍贵的字眼往生 被他们作为死的代名词 实在是无辱滥用了往生的称谓 这是没有办法的时间 就好像法轮这么神圣的东西 被李洪志一弄 那你这个法轮都不敢说了 被一个法轮的香包 这个公安局 国安局都要找到来谈话了 所以这个往生 确实从正规来说 是指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到其他道理面不是往生了 那是轮回去了 所以这个注念负责人 这回答都是自己不明白 但又想做做样子 冒充是善知识 这个讲的是一看都是让人喷饭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